第三种连接方式我们称之为串联 这是第一个二档口网络 它的二参数计为二一品 第二个二档口网络 它的二参数计为二两品 现在我们把它们的输入输出端口分别串联起来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符合二档口网络 从这个连接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I1是等于I1一品 也是等于I1两品 而I2应该等于I2一品 也等于I2两品 而端口电压的关系 U1 U2则应该分别等于U1一品 加上U1两品 而U2也是等于U2一品 加上U2两品 把这两个二档口网络的R参数关系带进来 并应用一下端口的电流关系 我们就会得到应该等于R1一品 加上R两品 再乘以端口的电流 我们把新的符合二档口网络的R参数 记成R 那么它就应该等于R1一品 加上R两品 这是采用串联方式连接的两个二档口网络的R参数 应该满足的关系 这个同样也可以推广到N个二档口网络的串联 与并联连接方式类似 串联连接也可能导致二档口网络的端口条件被破坏 我们以这样两个二档口网络的串联为例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参与串联的第一个二档口网络 这是参与串联的第二个二档口网络 那么在串联之前 他们各自通过两个端口与外电路相连 根据广义的KCL在这个端口上满足端口条件 但是串联以后 现在我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加上一个2A和1A的电流 那这一条支路上的电流就应该是2A 这儿流入的呢 就应该是1A 这儿流出的当然也是2A 这儿流出的是1A 也就是说 对于形成的这个符合二档口来讲 它的端口条件是成立的 可是对于原来的两个子二档口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条支路上流出的电流是多少呢 由于这儿是EO和EO的一个串联 而这儿呢 也是一个EO和EO的串联 也就是说这两条支路上的电流是相同的 因此他们的电流应该就是2A加1A的一个分流 因此这儿就是1.5A 这儿也是1.5A 那当然下面这儿流入的就是1.5A 而这儿流入的也是1.5A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原来的两个二档口来讲 他们的端口条件都不再成立 流入的不等于流出 这儿流入的也不等于这儿流出的 也就是说这个端口条件被破坏 那么对这样一两个二档口网络的串联 同学们可以自己刻下推导一下 新得到的符合二档口网络的R参数 是不等于原来参与串联的两个二档口网络的R参数的核的 那什么情况下两个二档口网络的串联 不会导致端口条件被破坏呢 与并联连接类似 如果有两个二档口网络 他们各自分别有一条公共端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公共端串联在一起 那么这种连接方式 不会对他们的端口条件造成破坏 我们也把这种连接称之为串联的正规连接 具体的推导过程 这儿我们就省略了 对不起